你去过多少国家 我去过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 拿过多少奖 拿过28个 哇 比实习面更多耶 说你去过哪些国家 去过韩国 泰国 俄罗斯 埃及 韩国 泰国 俄罗斯 埃及 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国家 韩国 为什么 整容 不对 烤豆 有韩国烤肉 还有韩国紫菜 韩国炸鸡 还有韩国紫菜卷 难怪你肚子这么大 对 爱吃吧 韩国烤肉 紫菜 泡菜 就让你一直待在韩国 天天吃泡菜 泡菜有点辣 那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有什么好吃的吧 红肠 没有 挺好吃的 俄罗斯肤腔也好看哦 你跟我说 你那28个奖当中 最厉害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就是去埃及得的冠军 在埃及得冠军 这个舞就是起源就在 埃及 就是一个中国孩子跑到埃及肚皮舞的起源地 去得了个冠军 厉害的 那个比赛 你跟我说那个比赛一共就两个人参加吗 没有啊 有几个人参加那个比赛 忘记了 那个比赛叫什么 阿哈伦 我是阿哈伦 你以为我听得懂吗 就是听得懂 爱文 哦 哎那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 现在就拿这么多奖 人生理想是当世界首富就可以去世界各地吃最好吃的冰淇淋 你的人生理想是当世界首富 然后呢 等会儿我问你先说你是要自己当世界首富还是准备嫁给世界首富 自己当世界首富 了不起自己当 当了首富以后你是干什么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吃 就可以就想环游世界吃世界各地的冰淇淋 世界各地的冰淇淋 世界各地的冰淇淋 你都吃过哪些地方的冰淇淋 就那四个国家的冰淇淋对吧 俄罗斯没吃过俄罗斯就没有吃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用当世界首富也可以吃吃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冰淇淋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世界上你还可以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吃点别的 你可以你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吃他们那的卤串啊什么的 嗯 你跟我说你还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世界各地的 汉堡薯条 你那出息大不了了 他的梦想就是薯条 你知道吗 人家都把汉堡啊薯条都跪在垃圾食品里边 那又怎样呢 就是人家都把汉堡啊薯条都跪在垃圾食品里边 姐就是爱吃 哎 那又怎样姐就是爱吃 是吧 任性 你到南京是第一次来吗 不是 以前来过是吧 来过 那你这一次来吃了南京哪些好东西啊 孟非的小面 还是个有品味的孩子 哇 我们家的面条还让你满意吗首富 满意 那我很荣幸 以后这样吧 等你当上首富的时候啊 你就给你的办公室主任打个电话 说去把南京那个孟非的小面把它收购了 你是要自己当世界首富还是准备嫁给世界首富 自己当世界首富 了不起自己当 好 当了首富以后 你是干什么 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吃 就可以 就想环游世界吃世界各地的冰淇淋 世界各地的冰淇淋 你都吃过哪些地方的冰淇淋 就那四个国家的冰淇淋对吧 俄罗斯没吃过 俄罗斯就没有吃的冰淇淋 我个人的看法是 不用当世界首富 也可以吃 吃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冰淇淋 听懂的意思了吗 那个比赛 你跟我说那个比赛 一共就有两个人参加吗 没有啊 有几个人参加那个比赛 忘记了 那个比赛叫什么 阿哈勒文萨哈勒 你以为我听得懂吗 就是艾文 哦 哎那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 现在就拿这么多奖 人生理想是当世界首富就可以去 去世界各地吃最好吃的冰淇淋 你的人生理想是当世界首富 然后呢 去等会我我捋我问你清楚 你去过多少国家 我去过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 拿过多少奖 拿过28个 哇 比实习面更多耶 说你去过哪些国家 去过韩国 泰国 俄罗斯 埃及 韩国 泰国 俄罗斯 埃及 你最喜欢其中哪一个国家 韩国 为什么 整容 不对 烤肉 啊 有韩国烤肉 还有韩国纸菜 韩国炸鸡 还有韩国紫菜卷 对 难怪肚子这么大 对 爱吃 你还可以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吃点别的 你可以 你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吃他们那的卤串啊什么的 嗯 你跟我说你还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世界各地的 汉堡 汉堡 薯条 你那出息大不了了 嗯 他的梦想就是薯条 你知道吗 人家都把汉堡啊 薯条都跪在垃圾食品里边 那又怎样呢 就是爱吃 那又怎样 姐就是爱吃 是吧 任性 你到南京是第一次来吗 不是 以前来过是吧 来过 那你这一次来吃了南京哪些好东西 是吧 韩国烤肉 紫菜 泡菜 就让你一直待在韩国天天吃泡菜 啊 泡菜有点辣 那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有什么好吃的吧 红肠 哎呦 有美女 蛮好吃的 对 俄罗斯服装也好看啊 你跟我说你那28个奖当中 最厉害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就是去埃及德的冠军 在埃及德冠军 这个舞就是起源就在 埃及 就是一个中国孩子跑到埃及肚皮舞的起源地 去得了个冠军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